二战时,日军怎样对美国女战俘 日本敌对的国家,还是中立的国家都遭了日本的毒手,其中就包括美国 日本军队非常的恶毒,他们就连大街上碰到的妇女、老少都会残忍杀害 对待战俘就更加的惨不忍睹了 那么日本军队当时是怎样对待他们所俘虏的美国女兵的呢? 当时的日本野心特别大,他们想要领导整个亚洲 于是,日本就先将目标放在了美国身上 他们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 而这一次袭击让美国海上的军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军事强大的美国怎么可能会忍气吞声 所以,美国从那时候开始决定对抗日本 因为日本军队是有准备的 所以刚开始美国军队特别吃亏 他们对日军的攻打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于是,海岛几乎都被日军成功 夺走,而且还俘虏了许多的美国士兵 这些被俘虏的士兵中就包括女性士兵 日本对待战俘有许多种令战俘害怕的方式 而每一种方式都会让战俘觉得活着不如死去 此外,美军的女性战俘更加的可怜 有些甚至接受不了,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日军对待女性战俘主要有以下几种办法 第一种就是烙铁之行 就是将一个烧得特别烫的烙铁 直接放在这些女性战俘的皮肤上 给她们身上留下这样的一个发疹 对于一个爱美的女性来说 不管之后是生是死 这都是接受不了的 第二种方法 就是用小刀去把这些女性战俘的肚子 然后让这些人看着她们自己的肠子缓缓流出来 就这样在疼痛中慢慢的死去 想想都觉得那个画面相当的恐怖 日军这样残忍地对待美军的女性战俘 当然,后期的她们也受到了相应的报应 那就是被美国用原子弹进行了狂轰乱炸 日本直接损失了几十万的 百姓 而这些居民则是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死去的 也是相当可怜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